大家好 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 介绍一下Stream Native新开源的Posa连接器 Google Big Query Single Collector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叫史宝迪 来自于Stream Native 现任Stream Native的研发工程师 同时也是Apache Posa的contributor 这个是我的Github ID Stream Native是一家围绕着Apache Posa打造的商业化公司 致力于打造下一代云原生批流融合数据平台 目前已经推出Stream Native Cloud Stream Native Cloud for Kafka等商业化产品 Stream Native在Github上是有一个开源社区的 可以在Stream Native的社区里面 看到很多开源的Posa相关的生态组件 像今天介绍的Google Cloud Big Query Collector 就是在这个社区的 大家如果感兴趣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社区里面的动态 下面我来介绍一下今天要讲的大概内容 首先会介绍一下什么是Apache Posa和Google Cloud Big Query 然后会介绍把Apache Posa中的数据写入到Big Query的实际应用场景 以及所能带来的好处 接下来会介绍本次分享的Posa Big Query Single Collect是什么 以及这个Collect都有哪些特性 最后会介绍一下如何使用这个Collect Apache Posa是一个开源的消息和流的统一处理平台 与以往的消息队列不同 Posa不仅能满足常见的发布订阅模型 也比较适合用于流处理的场景 另外它是云原生的 可以方便的部署在Cubernetes上 Big Query是Google Cloud上推出的SaaS数据仓库 它采用的是无服务器的一个架构 它是一种全托管式的企业数据仓库 可以帮助用户使用机器学习 地理空间位置分析和商业智能等功能 当然这些功能在Big Query当中 都是内置了很多函数和工具来方便用户使用的 它是完全兼容SOCO 2011的标准的 用户可以使用SOCO来进行数据分析 同时它的可扩缩容的这种分析引擎 可以让用户做到在几秒内查询TB级的数据 以及在几分钟内查询PB级的数据 另外它的存储和计算是分离的 这样可以极大的提高运维和使用的灵活性 同时对于用户来说 收费也可以做到比较灵活 存储和计算的收费是可以分开来算的 这样对于很多历史数据 如果不需要计算 只做存储的话 是可以减少很多费用的 另外与BigQuery的数据集成是比较方便的 像BigQuery可以支持从外部读数据源来查数据 比如直接去查询Google Cloud或者AWS Cloud的数据 以及可以提供流逝的传输的这些API 像这次分享的Collect就是用该API把数据比较实实的写入到BigQuery当中的 我们可以看到右边 BigQuery也提供了像REST API WebUI 以及各大语言的客户端包来供用户使用 前面我们分别介绍了Posa和BigQuery是什么 Posa主要负责公司内部业务消息和流消息的实时处理和流转 一般当数据被消费者消费之后呢 Posa会根据Retation策略清理掉这些消息 这样的话这些消息的价值就会被忽略 如果我们能实时的把一些有价值的数据写入到像BigQuery这种数据仓库当中 那么公司内的数据分析师就可以利用数仓的能力进行再次有价值的分析 理由像图中我们可以把用户和用户的交易数据实时的写入到BigQuery 这样可以利用BigQuery的AI训练模型来去做用户推荐 或者是如果是超大集群的应用的监控数据 我们可以把应用的实时健康性的监控信息 以及内存使用信息写入到BigQuery当中 这样我们可以再次进行分析这个应用的本身的一个稳定性 所以说把Posa和BigQuery集成带来了几大的一个好处 一个是增强了Posa本身查询能力比较弱的这个场景 另外是我们把数据再次利用起来统一到输仓进行再次有价值的分析 前面我们介绍了把Posa中的数据实时写入到Google Cloud的BigQuery当中的一系列好处 那我们该如何实现呢 实际上用户可以自己实现一个消费者 去订阅Posa中有价值的数据的topic 然后利用BigQuery的流处理的API实时的写入到BigQuery当中 当然这样用户需要去处理像在BigQuery当中创建表 然后解析Posa当中的数据 然后映射到BigQuery的数据格式 以及要保证可用性啊 要保证伸缩性等等一系列的一个功能 那实际上Google Cloud的BigQuerySingleCollect呢 是利用了PosaFunction的一个能力 它帮助用户做了这些事情 用户在使用的时候不需要再写任何代码 可以直接利用Posa提供的命令 把这个Collect发布到进行当中 然后再通过命令创建就可以使用 我们来看一下Google Cloud的BigQuerySingleCollect的一些特性 下面列举了六个特性来进行分享 最少一次性语义处理 以及自动表结构处理 分区表和拘处表 P处理和多任务处理 PosaSingleCollect是提供了三种语义的配置的 分别是最多一次性语义 最多一次性处理 最少一次性处理和精确一次性处理 那这个Collect是现在是不支持精确一次性语义处理的 如果用户配置了精确一次性语义处理 这个Collect在启动的时候会启动失败 在实现层面上来说 内部也是用了一个消费者去消费用户配置的Source Topic里面的数据 在通过消息的转换之后呢 会写入到BigQuery当中 只有在收到BigQuery 收到它的Callback确认消息写入成功之后 才会IQ这笔消息 这样的话可能会收到重复的消息 以及写入重复的消息 但是每个消息一定会保证最少一次的写入到BigQuery当中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Google BigQuery Collector的一个重要特性 AutoTable Schema Posa是原生支持Schema的 用户可以写入像Avo、Json、PodBuff、Permit之类的格式的数据 这样在Posa内部是可以知道每个数据的一个类型 以及可以解析每一个每一条消息的 这个Collector在第一次收到消息的时候 如果发现BigQuery这边表示不存在的 可以解析Posa的Schema来Mapping到BigQuery的一个类型当中 这样来创建一个Table的一个表出来 比如说有一个Json的一个Schema 里面有三个字段 一个是Name 一个是Six 一个是Address 当然Address是一个欠套的一个结构 它里面还有一个Country和Center 这样的一个Schema的话 这个BigQuery Collector会把它映射到右边这幅图 可以看到BigQuery其实也是支持Record的类型的 所以BigQuery可以比较原生的还原出来 用户原本的Schema的一个数据结构 然后另外在这种Record的类型 BigQuery查询的时候 其实就是Address.Country就可以查到了 它并没有损耗什么样的一个性能 可以看到下面多了两个字段 一个是Even Time 一个是Message ID 这些字段是Posa内部的一些系统字段 这些字段对于用户来说 有些时候也是有用的 比如说用户想知道这个消息 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时间 或者它的一个消息ID 或者是SyncSID等等 还有很多 这样的话 用户可以在启动这个BigQuery的时候 启动这个BigQueryCollector的时候 去配置需要哪些系统字段 这个Collector就可以帮忙 把这些系统字段也给创建出来 然后Posa的Schema是支持眼镜的 它有多种眼镜策略 比如说像增加一个字段 减少一个字段 如果符合它的一个兼容性检查规则 那Posa的Schema是可能会变的 比如说我们在左边这边加一个 新加一个NameUp 那这样的话 我这个Collector是有一个 UpdateSchema的一个功能的 它可以识别到Posa这边的Schema和BigQuery的Schema 不同的时候 就可以自动的把这些Schema给更新过来 当然目前是它的一个更新策略是这样的 就是只会添加不会删除 比如说左边我们删除了这个Name 虽然在Posa这边通过兼容性检查了 但是在这边我们识别到没有 那就不会删除 不会在BigQuery这边删除这个字段 当然它的写入还是正常的 并不会报错 但如果说我们把Name变成了NameUp 就是修改了 那在BigQuery当中 它在BigQueryCollector当中 它会识别到 其实它是一个新增的一个字段 就是新增了一个NameUp 那还保留原来的Name 继续用NameUp去写入 那这样的话 就是一个比较智能的一个更新策略 对 然后下面也提到了 就是它是支持写入系统字段 以及Record类型的 AutoCreateTableSchemma和AutoUpdateTableSchemma 是两个开关 用户可以选择性的开启和关闭 整体来说 有了AutoTableSchemma的功能 可以做到解析Posa中Schemma的数据 并比较原生的把它Mapping到BigQuery当中 BigQuery是支持分区表和G2表的 分区表实际上是根据某个日期类型的字段 把数据放在一起 放到一个存储块里面 那么G2表实际上是给某个字段建了一个索引 无论是分区表还是G2表 实际上都可以提高查询性能 同时也可以减少查询时候扫描的字节数 这样可以减少一定的费用 如果在这个BigQueryCollect当中 如果用户配置了要创建分区表 那莫远会用Inventime作为分区的一个键 如果配置了要创建G2表 那莫远会给MessieID来锁索引 当然这两个功能都是要建立在自动创建TableSchemma的一个前提下才会生效的 如果用户手动的创建Schemma 那这两个功能是不会生效的 用户可以自己在BigQuery那边去操作来创建相应的表结构 以及指定就是是否要创建分区表还是G2表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那个P处理 我们知道P处理是增加吞吐量的一个比较好用的一个手段 那现在PosaSyncCollect是不支持P处理的 但是在BigQuerySyncCollect当中 我们支持了这个批量写入的一个功能 简单的可以理解就是我们在每次收到一笔消息的时候 并不会立马去写入到BigQuery当中 而是攒过了一批才会去写入到BigQuery当中 当然它这个攒批有两个策略的一个控制 一个是最大的一个批次 就是超过这个最大批次就会去写入到BigQuery 另外一个是超过的最长时间 就上一次写入的时间 如果到现在如果超过了这个间隔时间 那也会去把现在攒的那些批次 无论有多少都写到BigQuery当中 我们再来去分享一下最后一个特性就是多任务处理 这个多任务处理是PosaFunction框架本身所具备的功能 那么BigQuerySyncCollect是使用了Posa的Function框架 那也是具备这个功能的 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可以在创建这个Sync的时候 去指定它的一个并行处理的一个个数 那这样的话那个Function调度框架 就会根据这个个数去创建出来不同的这个Sync实例 这多个Sync实例实际上是会以Share的方式去订阅SourceTopic 那等于Posa本身Share的一个订阅模型 它可以把上游的Topic比较均匀的分散 就分发给每一个实例 这样的每个实例收到这些消息之后都进行各自的处理 然后来写入到GoogleBigQuery当中即可 这样就可以完成一个这个多任务的一个处理 当然虽然说增加这个处理的一个实例个数 是可以提高我们写入的一个效率的 但是在实际使用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去关注一下 BigQuery里面本身的一个限流策略 它是会根据你不同的 不同的权限会给你去做一个限流 就是当天最大能写入多少数据等等这些 所以到时候如果遇到性能问题 两边是需要都看一下才是比较可靠的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如何使用GoogleBigQuery Sync Collector 第一步我们需要创建一个配置文件 这个配置文件前半部分是Sync Collector本身所支持的通用的一个配置 像Sync的内部以及collector的价包或者那包所在的文件路径 以及class的内部 后面是那个租户命名空间和topic的一个名字 也可以去设置像并行性啊 像处理语义啊等等这些 然后config里面是这个BigQuery Sync Collector所支持的一些配置 必须要配的有project id dataset name和table name 以及config里面以及config.json's stream project id和dataset name是Google Cloud上面 billQuery的一个概念 这两个是必须要创建好的 就是这个billQuery Sync Collector虽然可以自动去创建table 但是不会去创建 不能去创建 project id以及dataset 然后最后一个是认证 就是Google Cloud里面本身的一个认证的 它是以json的一个形式来去提供的 如果不用配置这个的话 可以遵循可以根据我们文档里面的说明 就是可以通过一个环境变量来去设置到机器的机器里面就可以 然后是我们可以通过posaadmin的一个命令去启动这个collect 当我们这个collect的启动之后呢 我们可以发送一些消息到我们刚才配置的那个input topic里面 然后我们可以在billQuery的一个console里面去查询到相应的表和消息已经创建和写入了 关于更多的一个使用配置 我们可以通过官网的一个介绍去去查看 当然这里面有有更多一些配置的一个介绍 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好我的分享到这里就完了 谢谢大家